道道啊 土工中国啊 强国这两天有一个挺知名的一个人物 有一段关于中国形势的讲话 可以说是瞬间刷爆土工中国的局域网 这个人是谁呢 是京东的老板 前任老板叫什么来着 叫徐磊是不是 徐 那京东的老板是谁啊 是刘强东嘛 后来刘强东呢 就把这个公司的老板的位置 就让给了这个徐磊 就当时构成一个大新闻了 这个徐磊是什么人呢 徐磊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呢 此前是什么来着 就默默无闻的一个人 怎么就一下子就把这个 刘强东辛辛苦苦创业的这个东西 就给就给就给拿下了 那是不是 那个时候我们天天讨论嘛 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个时候马云也好 这个马华腾也好 刘强东也好 他们都在找这个红二代的靠山 因为细胞子上来了嘛 日子不好过嘛 单纯的民营企业肯定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背后有靠山 所以他们所有人都都做了两个动作嘛 第一个是找靠山 第二个呢是 个人民的资产转移到海外去 是吧 所以当时这个马云好说了 马云肯定把这个东西 把家业就交给江家呗 然后说刘强东呢就仓皇之际就把这个公司就交给了徐雷 为什么呢 传说这个徐雷啊 是徐强前的孙子 所以红三代 年轻有为 老瓜子也好使 是个很聪明的人 刘强东很喜欢他 加上他也是红三代 就交给他了 就这么一人 现在后来徐强前的孙子 后来又好像又辞职了 又不干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这两天 这哥们出来说了一段话 我看了一下 说的超级好 真的 咱们不因为他是红三代 就不因为他是有钱人 我们就把人家一掌拍死 没有 这个话说的巨牛逼 我以一个长期研究经济史的所谓学者的身份 我这么告诉你 真的说的很牛逼 他其实观点非常简单 他就讲本能 本次的目前你所看到的中国的变化 根本不是什么的 什么经济上升或者经济下行的变化 根本不是所谓的经济下行 而是什么呀 而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他话说的很拗口 说的很委婉 也说的很艺术 说的挺好的 就是一般的所谓很好就是什么呢 第一说说的事实 第二话说出来呢 也没有招致中南海的不满 是不是 觉得人家只是表示一个事实 没有什么不满 但是像我这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 我一看我觉得 卧槽说的正好 所以呢 我这期跟大家呢 一个呢是讲讲这个 京东的前老板 徐雷的这个话 到底好在哪儿 第二个呢 也顺便讲讲阿里巴巴 现在到底有多惨 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 从阿里巴巴的数据 反过呢 又证明这个徐翔前的孙子 京东的前老板 徐雷的话 说的真他妈好 首先我们再把他的话 重复一遍 我一眼就记住了 我都不需要看资料了 就是他讲说这个 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经济不好 全世界都知道 是不是 但是他不是一个所谓的经济下行 而是一个时代的谢木 是吧 一个是下行 一个是谢木 下行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的术语 而谢木呢 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术语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两个之间呢 在中国这个国家 它是正相关的 所以一般意义上 我们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 我们都会用下行上行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商业周期理论 这个东西我最最最熟悉了 所以你看美国啊 我们说1929年 美国发生大萧条 是不是 但是过一段时间 它就好起来了 美国还是美国 说日本啊 说因为房地产泡沫 有失去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日本的经济 现在又牛逼的 不要不要的 是不是 他这就典型的表现为 一个自由经济的国家 在制度比较确定的情况下 所形成的一个商业周期的 一个变迁 就好像这个海水一样的 一个波浪涌上去 形成了一个潮头 然后呢 这个潮头又迅速的 又又衰落下去 形成一个低谷 是不是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为什么人类社会 对市场经济 它会有商业周期呢 我也讲过这样的道理 不是政府的问题 不是时代的问题 而是什么呢 而是人性的问题 因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的 人性就是这么的优爱 这是一个由人来玩的一个经济的游戏 它必然会有这个商业周期的调整 所以商业周期里面是我最熟悉的 因为它来自于圣经传统 来自于这个创世纪里面 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然后有美国的经济学家 第一次发现人类的社会 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危机 那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套破东西 就是一个商业周期理论 它能用数学公式跟你算出来 明白了吧 所以它能够准确的预测到 什么时候会有经济的上升 什么时候会有经济的下降 从而构成了一个牛逼轰轰的 以数学模型为解决方案的 这么一个商业周期的理论 但是这种东西只能出现在什么呢 只能出现在自由经济和这个 民主自由的国家 在专制社会 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商业周期理论 专制社会 它一定是由于时代的改朝换代 而引起的经济的波动 听懂我的意思的吧 如果你这句话你还没听懂 所以谈中国的是你谈历史 比谈理论更加直观 更加让人明白 但是明白也明白以后也没暖用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左右 这个改朝换代这样的一个故事 改朝换代在前 经济的波动在后 你经济波动你可以调整人的行为 是不是 你可以让他市场自动出清 但是改朝换代这个东西可不是你能干的 可不是经济学家通过数学 可不是能够算来算去的 所以你看看你中国历史是不是 中国历史 强烈建议大家买我的中国经济 史笔记 百年经济史笔记 在我的视频下方有链接 真的你看一看 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 卧槽这个徐内是一个牛逼人物 虽然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他挺聪明的 中国的经济 目前的经济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商业周期调整 而是时代的懦目 谢目 什么意思呀 所以你看历史 那我反复说过啊 晚清清朝曾经有一次改革开放 改革的很好了 那时候清朝人的日子很好过的 后来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懦目了 是不是懦目了以后呢 经济就开始下行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是清朝的懦目导致这个经济的衰败 而不是经济的衰败 导致清朝的怒目 咱一定要搞清楚 在中国制度变革真的在前面 改革换代在前面 那民国也是 是不是 民国一开始黄金时代 上海他遍地都是黄金 全世界的人都来上海做生意 结果呢 光机一下 上海这个城市都变成一泡狗屎 为什么呀 是因为改革换代了 毛泽东把蒋介石 把国民党把民国打到台湾去了 那中国的经济就垮了呗 所以就会出现什么 三年大饥荒 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 中国的经济衰败了 是不是 改朝换代引起的经济下行 所以根本就不是经济下行 而是中国人改朝换代 引起的天翻地覆的毁灭时的一种变化 那继续往前看 所以邓一小平和毛泽东 这两个所谓的时代 一个是毛时代 一个是邓时代 其实它是一种什么 一种改朝换代 过去是毛朝 现在是邓朝 是不是 你一定要这样去理解它 所以由于毛泽东的时代过去了 邓小平的时代来了 所以经济开始上升 上升 中国经济 我们这代人 过了三四十年的好日子 这是改朝换代引起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 从毛时代到邓时代 理解为改朝换代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 真正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 不是企业家 不是知识分子 更不是我们这些个 二百五的经济学家 而是政治人物 是吧 毛时代让中国经济 摔倒在地上 中国经济到了什么 崩溃的边缘 然后邓时代开始白毛黑毛 然后让中国经济又上升 是不是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 看明白以后 然后你再回到当下 回到现在 今天是个什么情况 今天是个改朝换代的时代 过去四十年是什么时代 是邓时代 现在是个什么时代 是习时代 习时代把过去的邓时代 给推翻了 要建立的一个中国 它叫新时代 是不是 习近平新时代 其实是改朝换代 所以这个徐雷的话 说的真他妈好 真的 中国的经济 不是所谓的上升或者下降 而是一个时代的诺目 什么时代诺目 邓小平时代诺目了 中国改朝换代了 兄弟们 一定要搞明白这个道理 是不是 一定要搞明白这个道理 搞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对细胞子 又产生任何的幻觉 那你会死了以后 没人给你收尸的 真的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这一改朝换代下去 没了个几十年 回不来 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到 台湾其中国改朝换代 经济开始摔倒在地上 中国饿死几千万上亿人 多少年 从1949年你算吗 是不是 算到1976年吗 二三十年呢 刷了一下 几代人灰飞烟灭 真的 然后从邓小平时代 把毛泽东使来赶走 然后经过这个老江 经过胡锦涛 折腾了三四十年 不错 我们这代人 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土工历史上 甚至在中国历史上 都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我从来不是问 我这个人有什么特异功能 有什么本事 有什么才华 就是你赶上一个 还不那么坏的时代了 现在这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 这习近平一上来 你就且等着吧 每一个三四十年 你根本就回不来 所以我们的俊林老师 刘俊敬老师也说了 中国什么时候情况会好转 就是等习包子自然死亡之后 也许会好转 所以这个徐雷 徐祥前的孙子 话说得真好 大家要听话听音 尤其是听听我跟大家的解释 因为我有这个学术功底 有这个经济史的功底 买我的书看呗 不会后悔的 挺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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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